另外一个 一种布施 它是属于无相布施 布施也分成两样 一个是有相布施 一个是无相布施 无相布施是什么 他做了什么事情 善事 他自己都忘了 他自己都忘了 也不要那个名称 他连那个被受施惠的人 他也忘了 他自己做了这件善事 弦做弦万 平时他就是一直在做 但是他不是有相 这种叫做无相布施 无相布施是 没有布施的人 也没有布施的东西 也没有受布施的人 这是属于无相布施 这个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 这布施就分成两样 一个是有相布施 一个是无相布施 就不一样 那无相布施的人 他平时做的就是布施的工作 但是他把布施这两个字 连布施这两个字都忘掉 那是不二法门 在布施之中 等于没有布施 因为没有布施 所以才叫布施 《金刚经》里面常常提到这种话 当然我们知道布施 当然我们知道布施有功德 所谓功德 就是没有功德 因为没有功德 才是功德 这是没有功德 这是没有功德的功德 所以真正的布施是这样子 没有布施的布施 这个就是无相布施